第69课 类成员的覆盖 在前面一系列的课程中 我们呢 着重对类的声明 以及类的定义使用 进行了讲解 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继续围绕类这个概念 进行进一步的讲解 在讲解这个新内容之前呢 我们先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学过的内容 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开发软件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在开发环境中的代码内 声明自定义的类 这个类呢 它实质上是一种数据类型 将来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声明对象 在一个类的内部 可以包含元素 包含过程 包含函数 声明的预法格局呢 在这里呢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依照这种预法格局呢 这是声明排声类 去掉这个G类呢 就是声明普通的类的预法格局 里面呢 有元素 有过程 有函数 当然 在同一个类内 可以同时声明定义多个元素 多个过程 多个函数 将来通过这个类 去声明对象的时候 对象会自动拥有属于自己的元素 过程 函数 以供我们程序代码 进行调取 这是我们第一步介绍的内容 第二步 我们介绍了 这些成员 我们可以通过关键字 把它们定义为 私有成员 或者是 公有成员 如果是私有成员的话 那么 这个成员呢 只可以在类定义的内部进行访问 将来通过类声明对象之后呢 对象在代码中 在外部进行访问 私有成员 它是没有权限进行访问的 而公有成员呢 没有问题 无论是在类定义的内部 还是将来通过类声明的对象 通过外部进行调取 公有性质的成员 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以进行直接的调取 这是与私有成员的区别 再后来 我们介绍了派声类 因为呢 我们编写程序 如果要符合现实中的需求呢 可能呢 在编写代码上呢 我们要讲究一定的策略 在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类 作为积累 然后以它为参照 派声出一个新的类 这种形式的类呢 我们称之为派声类 派声类里面呢 同样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元素 属于自己的过程 属于自己的函数 当然 派声类同时 在拥有自己的这些成员的前提下 也包含了其积累的这些成员 换句话说 派声类是这些成员 与这些成员合二为一的结果 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派声类 将来呢 我们通过这个派声类 同样可以去声明对象 这些例子呢 我们是在前面做过的 同样可以去声明对象 对象呢 可以调取 无论是派声类 还是鸡类中的这些成员 只要这些成员 属于公有成员 如果是有私有成员的话呢 将来通过对象点的形式 同样是调取不当 但是呢 在介绍这个环节的时候 我们又介绍了一个概念 称之为保护性质的成员 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 鸡类中如果有私有成员的话 这些成员只可以在鸡类的内部进行访问 无论是以他派声出的新类 还是以他声明的对象 对于其内部的私有成员是完全访问不到的 但是在有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其鸡类的派声类中可以访问鸡类中的这些成员 但是针对于外部来讲 同样 不希望可以访问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定买鸡类中的这些成员为保护性质的成员 这种时候呢 鸡类中的保护性质的成员自己可以访问 其派声类可以访问 但是将来声明的外部对象不能访问 这就是私有类 这个私有成员 公有成员 保护成员 三种类别之间的区别 大家伙呢 可以根据实质的需要进行灵活的运用 可能好多朋友在学习类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可能呢 对这些知识点内容呢 有些迷茫 感想不到在现实生活中 将来自己在开发软件的过程中 具体的有什么需要 但是呢 在这里我建议大家伙 一定要首先 把这些概念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如果将来 你有机会去面对大型软件开发的话呢 这些内容 将这些不起眼的内容 将会有助于你一臂之力 所以说呢 大家伙千万不要忽略这一部分的内容 在这一节课呢 我在此基础之上 要补充一个新的概念 称之为覆盖 覆盖 什么叫做覆盖 我这样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看 基类 中有成员 有元素 有过程 有函数 这是基类 以它为基础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派生类 当然可以创建多个 派生类中也有自己的元素 也有自己的过程 也有自己的函数 将来呢 我们知道 派生类在使用的时候 它的成员是他自己的 与以它为基类的这些成员的二者合一 换句话说 这些内容 派生类 生命的对象有 这些内容 派生类 生命的对象 将来也会有 当然 假设这些成员 都是公有成员的话 那么 在有的时候 在有一些特殊情况下 比如 基类中 有一个过程 称之为RUN 它执行的代码 是 这个样子 将来通过它 派生出一个新的类后 我们希望 派生类生命的对象 在调取基类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 不再执行基类中的代码 而是我们希望在派生类中 针对这个RUN 这个过程 对其要执行的代码 进行重新的定义 这种过程 就称之为覆盖 换句话说 一个类里面 有一个过程 称之为RUN 有相应的执行代码 以它为基础 我们创建一个派生类 在派生类中 针对基类的RUN 这个过程 要执行的代码 我们进行重新的编写 这样派生类就拥有了自己的 新的名称为RUN的 这个过程的这个成员 将来通过它生命的对象 在调取这个过程的时候 就会自动的执行派生类中的 这个RUN这个过程 而不再是去执行 基类中的这个RUN 这就是所谓的覆盖 这个概念的理解 下面呢 依照这个比较乱的图 我们呢 通过实质的代码 让大家感触一下 何为类的成员的覆盖 下面呢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 在举这个例子之前 我在C盘创建了一个文件夹 称之为A 里面没有任何的内容 运行开发环境 默认呢 创建一个工程 我们呢 把它保存到A文件夹 首先是单元文件 然后是工程文件 按默认即可 同样 同样添加一个按钮 称之为 执行 然后 保存 文件 新建 一个单元文件 这是unit3 保存到A文件夹 再新建一个单元文件 unit3 保存到A文件夹 这样呢 当下我们这个工程 就拥有一个窗体 三个单元文件 在unit3 在unit2中 我们声明定义一个 类 PYP 类的名称为A CLASS 开始 END 结束 在这个类的内部呢 我们 当然 你可以用一个过程做例子 也可以用函数 用哪个呢 无所谓 这里呢 我们用过程 这样的简洁 PROCE DU21 这是定义过程的关键字 过程的名称为 比如我们取一个特殊的名字 叫做 呵呵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样 我们看 类就算完成 下面呢 针对这个成员 完成它执行的代码 PROCE DU21 A的 呵呵 这个过程 BGN END 要执行什么代码呢 我们希望去弹出一个消息框 需要注意 弹出消息框 我们借助的是这个函数 但是默认 这个单元文件里面 由于没有包含这个函数的 所在的单元文件 因此呢 这样调取是不可以的 我们可以这些 A LAD 呵呵 我们可以保存执行下 它会提示你 这个函数的未定义 怎么办呢 我们希望在UNITR中呢 要包含这个函数 所在的单元文件 我们回到UNITE 我们看 在这一个单元文件里面 DALOJS 当然还有其他的单元文件 每个单元文件里呢 有供我们调取的函数 回来 在这前面 我们要加一个关键字 USES 这个关键字的含义 就是在当前我们工程中 要包含哪些单元文件 比如包含这一个单元文件 最后呢 用分号 由于这个函数在这个单元文件里面 所以这一次呢 编译通过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打开UNIT3 同样 我们声明一个类 类的名称为B 然后以A作为基类 当然这里面呢 可以有新的成员 也可以没有 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设置为空 就是没有 当然有也无所谓 保存 这样呢 派生类B 就是A的派生类 A是B的基类 来到UNIT1 我们首先 如果希望使用这两个单元文件中的代码的话呢 我们需要在USES这里面呢 包含这两个单元文件 当然你也可以在实现部分包含 在哪个位置通过这个关键字包含 都是可以的 我们直接在这包含吧 UNIT3 包含 这样 双击按钮 为其添加代码 声明一个 对象I 数据类型为A 这时候呢 由于在当前这个单元文件内 我们已经包含了这两个单元 所以两个单元中定义声明的类 过程函数都可以进行使用了 我们这里可以使用一下 看这里 我们先保存一下 这里没有分号 这里面 哦 UNIT3里面没有包含UNIT2 这是我们忽略的一步 忘掉了 在这里 在这里呢 包含它 UNIT2 包含 没有问题了 看 找到A的CREATE了 使用完 释放 保存 运行程序 点击 没有任何的问题 在这里呢 我们调取 I的 呵呵 这个过程 运行程序 点击 弹出 A类的呵呵 这证明 在这里 I 调用的是 G类 A中的 这个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 执行的代码为它 下面 我们把 I的 数据类型 换作B 再调取 同样 调取的是 A类的呵呵 这样我们就发现 它是G类 类A 它是派生类 以它为G类 派生出的一个新的类 但是 这时候呢 派生类中的成员 与G类的成员 将合而为一 统统通过B 将来生命的对象 都会拥有 这些成员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 我不知道刚才 这句话 大家伙还理不理解 比如 我有一个G类 有一些成员 以它为基础 派生出一个新的类 有一些新的成员 将来通过这个 派生类生命的对象 会拥有这些 与这些 结合在一起 它是都有的 下面我们要做的是 派生类中 重新对G类中的过程 或者是函数的代码 进行重新的定义 我们看 也就是所谓的覆盖 我们看 如果 我们先看这一句 类成员的覆盖 为了现实的需求 在派生类中 可以对G类的成员 进行重新的定义 也就是说 G类中有一个成员 二油温 派生类中呢 对这个二油温 这个过程 进行重新的定义 这称之为 类成员的覆盖 换句话说 就是派生类中的 新的过程 覆盖了G类中 这个老的过程 在调取的时候呢 会调用这个 新的定义的过程 那么如何这样做呢 我们看 在进行 类成员覆盖的时候 G类成员 声明后 需要添住 这一个关键词 关键词 这是第一步 来到G类这 我们希望 在派生类中 对它进行 重新的定义 所以说 在声明的这 后面 要添加这个关键词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在派生类中 对G类的成员 进行 重新的声明 在声明后 要添加 这一个关键词 我们看 这是派生类 PROCEDURE G类中 这个过程的名称为 呵呵 呵呵 没有参数 在派生类中 对G类中的成员 进行了重新的定义 这时候 后面 要增加这个关键词 大家会一定要搞清楚 这是覆盖的意思 这是虚过程的意思 大家会呢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就可以了 G类中 如果将来派生类中 希望对G类中的过程 或者是函数 进行重新的定义 那么G类中 这些过程 或者函数 后面要添加 这个关键词 派生类中 声明的后面 要添加这个关键词 这时候 B中 我们就对A中的成员 进行了覆盖性质的 重新的定义 下面呢 编写对应的代码 B中的 呵呵 B GN And 这里呢 我们同样是探出一个消息光 叫做B B 类中的 呵呵 编写完毕 保存 这时候我们看代码 我们声明了一个对象I I的数据类型为B 然后呢 这个叫做创建 其使用的计算机空间 这是释放空间 其中I调用 他自己的呵呵这个成员 我们看一下执行的成果 这个结果呢 是否是调取B类中 重新定义的 这个新的这个成员 运行 我们看 调取的是B类中的呵呵 而不再是A类中的呵呵 执行的代码 当然 你如果这生命的数据类型 为A的话呢 不会影响A去使用 这时候 调取的依然是G类中的 过程 成员 这就是覆盖 类成员覆盖的一个 简单的例子 在这里呢 我再和大家解释一下 所谓的类成员的覆盖 就是这个意思 意思 我们 有一个G类 比如为A 里面呢 有一系列的成员 比如有一个成员 叫做RUN 是个过程 当然也可以是函数 我们将来通过它为G类 派生出一个新的类 称之为B 将来通过这个类B呢 也是要去生命对象的 我们希望在类B中 对G类的这RUN成员 进行重新的定义 因为如果不定义的话 将来通过派生类生命的对象 在调取RUN过程的时候 它实质上调取的是G类中的这个过程 如果在派生类中 我们对RUN这个过程 或是函数进行了重新定义的话 那么将来通过派生类生命的对象 在调取过程的时候 实质上调取的是新的派生类中的 这个过程或是函数 这就是所谓的覆盖 换句话说 就是在派生类中 对G类的一些成员 进行重新的代码的编写 进行重新的定义 但是这种重新的覆盖模式的定义 并不会影响将来 积累去直接声明对象 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主旨 类成员的覆盖 在有的时候呢 这种形式在现实中 它是可能会需要到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我们对其进行讲解 好 到这里呢 我们就针对于类的讲解 告一个段落 可能这季节课内容呢 让大家伙学习起来 有些不思其解 有些忙乱 但是呢 还是希望大家把这些内容呢 巩固一下 因为当前大家伙可能认为 他们对我们编写软件 没有什么实质的需要 但是 要确切的告诉大家 这些内容 对将来大家伙编写稳定的 大型的应用软件 它的重要性 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 大家伙一定要把类 这个东西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类 派生类 类的成员 与派生类成员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一定要搞清楚 这就是我们 第69课的内容 类成员的覆盖 第69课完毕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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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